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主要是换装了动力更强劲的发动机 在进气道方面 歼10C使用了DSI进气道 换成DSI进气道后 歼10C就会在动力上再提升一步 而歼10C在所有的改进中 最重要的就是雷达的换装 最新的歼10C换掉了老旧的PESA雷达 换上了世界上最先进的AESA雷达 这个改变使得歼10C的机头更加的锐利 而且重量也减轻了 在空战中 AESA雷达可以保证同时跟踪12个目标 并且可以打其中6个目标 最远的搜索距离可以达到150公里 具备了之前型号 所不具备的超远视距打击 图为歼10C有了优秀的雷达 还要陪优秀的导弹才能发挥威力 歼10C主要是用作争夺制空权 所以大部分携带的都是空空导弹 从最远能打200千米的PL-15 打80千米的中矩弹PL-12 倒射成20千米的近距离PL-1 零格斗弹 歼10C是可以完成任何条件下的空中战斗 可以所歼10C用极为出色的性能征服了阿军 从表现上来说 歼10C即使遇到英国的台风战机 也不会有丝毫的落伍 而且换装了新式的发动机 作战半径可以达到1500千米 完全具备了进攻马岛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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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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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